好 有关DTO的问题 刚有同学说 老师我这里放了DTO 我这里还用放Demain Model吗 如果需要你就可以放 不需要就完全可以不放了 那我这里getset要不要改 那当然要改 肯定得改成userDTO什么的 好了 关于DTO的话 我们就到这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 等咱们后面 带着大家动手写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所以现在先放着 我们来看最后一种 来接收参数的方式 最后一种方式并不常用 最后一种方式并不常用 这种方式 不过呢 它里面隐含了一种 非常重要的程序设计的思想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谈一谈 这种方式叫Model Driven Param Input 我们先来看它的表现 访问一下 好 点一下 我在这里调的是userActionA的方法 这次我永远写的是name等A age等8 而且里边特好玩的是 大家知道 我们用name等A age等8直接 在参数里面跟着的时候 我是需要用那个Action的属性 直接来接收 如果我用dominmodel来接收 就是user.name user.age 加上user点 可是这次在09里面 你会发现呢 在我这个userAction里面 我仍然是写了一个user 我没有什么name 没有age 没写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 我这个Action实现了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Model Driven Model Driven 翻译过来 模型驱动 所以你现在应该慢慢的就会意识到 当stress的Action 接收到了一个参数 或者一个请求之后 他这个请求的处理过程 往往是交给后面的这些模型去处理 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MVC 你现在已经在学了 V就是 V有试图 这个试图的话 就是我处理完之后的结果 来动态的定义 对应的试图 V M呢 M是什么 M就是Model了 就是Action里面保存这些东西 他就是用来来处理我们的这些请求 所以把请求的产生 请求的处理和请求的结果 全给他分开了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 OK 你各个各自的都可以做定义 自己随便做定义 做完了之后 对应的那边不会产生影响 我再变 要变的话再配置 就行了 所以慢慢的MVC的概念 在脑子里就会产生了 那么谁叫C呢 Control吗 Controller 控制器 谁来控制我用哪个模型来处理 谁来控制我要到哪个试图去 是不是就是Action啊 是不是就他来控制啊 看你在这里存的是谁咯 看你在这里返回的是谁咯 所以MVC的三个概念 在Stress的应用里头已经诞生了 V就是那些个GSP试图 M呢 就是我们后台的这些个Model 谁是C 各种各样的Action 就他是C了 然后由C来控制着双方 他们之间互相的通讯 然后来把Model和View 偶合度给他解开来 大致能理解到这个意思了吗 OK 好的 理解一大致就可以 我们后面越写越多的时候 恐怕到时候我都不用给你解释了 MVC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那好 所以他为什么叫Model Drive 因为他认为这里面定义的这个User是一个Model 注意用第三种方式 这个User你必须得自己拗 因为他就不会帮你拗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Model Drive 看这接口 这个Model Drive呢 是XWork的 我原来上一次给 给弄到 给把他的原码加载过 这个项目没有加载 我就不加载了 我主要看他里面的一个方法 大家看这里 这个方法其实就 他就一个方法就叫GetModel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实现了这个方法 我就把我这个Model 返回给他 当然不要忘了用范形啊 不然的话你还得做 内型强制转换 行了 所以我实现了一个GetModel 然后返回给他 那我跟他说 老师啊 那StraS2怎么往里头 把参数传给这个User了呢 你想想看怎么传递的 怎么传递的 看这个过程了 画一下 Sequence 我叫他 Model Drive 好 这是 严格来讲呢 这应该是StraS2的内部的处理过程 至于是哪个程序处理的 你现在先不管 总而言这是StraS2的内部处理过程 StraS2接收到了两个参数 这个Filter接收到两个参数了 没问题吧 接收了两个参数之后呢 他就会去Near那个Action Near那个Action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东西 他发现那个Action 实现了一个什么接口啊 他发现这Action 实现了一个Model Drive接口 首先会Near 这个Near不是这么画 这个Near应该是在这画 首先把这个Action给Near出来 Near 接下来他就会问 他说 哦 原来你小子实现了Model Drive接口 真正里面可能没这方法 我说的是过程 你实现了Model Drive接口 他说他实现了 他实现了就好说了 你说这时候会怎么办呀 你既然实现Model Drive接口 我是不是可以去调用你的GateModel啊 既然我调了你的GateModel 你是不是应该反馈给我一个Model啊 你就给了我那个User了 我既然要了 拿到了这个User了 同学们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用 这个User的 也就是这个Model的 SetName方法了 我当然还可以再接着调他的 SetEdge方法 好 这次大家能看懂了吗 有没有哪位同学有疑问的 所以实现了Model Drive接口 就有这个好处 就是他里面你具体是什么Model 他不管 他直接调你GateModel 然后往里头射东西 搞定 这种方式并不常用 只不过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会知道 原来Stress2 他的这种MVC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问你 Stress2在MVC 这三个东西里面 他实现的是哪部分呢 他重点把实现放在了哪部分上 是M还是V 还是C 当然是C 因为我们写Stress2 写来写去 是不是都在写Action Action不就是那些Controller吗 所以我们在写C这部分 但是View那部分 我们还是要自己写 Model那部分 还是要自己写 而且Model那部分 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再封装 那就是后面Hypernet的事情了 好 这就是MVC 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 消化一下 三分钟 好 好 对 好